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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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拉开栓看看跟你一起吃火锅的会是谁呢 3 2 1 今晚天天向上 拥抱一人份的快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拼多多 拼着买才便宜啊 对 今天是冬至 今年之中呢 这一天的夜晚非常非常长 那是了 气温也就变凉了 所以呢 我们这期呢 就来新捧一群独自生活的年轻人 2019年的中国单身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 其中呢超过8000万是独居的成年人 他们的需求是越来越被重视了 今天有单身的朋友吗 每个人 那你还来看节目干嘛 找男朋友去啊 单身的朋友呢 他其实有一点好 他特别愿意呢 往自己身上花钱 那他们呢 其实是现在消费的主力经营 对 今天呢 再多的单身的 都是拼多多背后的女人们 对不对 我们要替拼多多感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这个近几年呢 大量出现针对单身独居的 产品和服务 是 让单身精进的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现象 于是乎 我们今天就邀请了一些典型的单身消费大军 让他们谈谈自己的生活 探讨一下一个人 他这个生活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精彩似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应邀而来的单身的朋友们呢 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单身之歌 哎呦 那我们韩哥呢 各个那个手里有一个按钮 然后呢 帮各位做个选择 尽量呢 把最优质 最有故事的单身歌者留下来 让他们能够在今天的解决 解决今天的单身大事好不好 那藏在道具后面的单身歌者们 请你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王菊 王菊 哎呦 哎呦 我没有答案 王菊余老师一出来 特别像一个鸵鸟出栏 鸵鸟出栏 特别的好 我们看看第二位 我一个人却放旅行 我去走走停满 哎呀 露露 唐哥怎么样 表态吗 谁听你 打动我 比较打动我 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 我向往不仅仅是 我们湖南女孩 哎呦喂 厉害厉害厉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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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韩哥 露露 你好 露露 你好 这还有个人呢 你说一点 大大哥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你跟王菊可以站一块 哇 谢谢 我们这个是女生都过的 女儿都过了 看下一个如果是个女孩 是不是能过 啊 啊 呦呦 这个声音很正义啊 吴龙钢老师 是吗 这个声音就应该单身了 直接和自己在两条条 对对对 好听 哦 哦 哎 哎 哦 哦 我 哎 我们的希腐 哈哈 哎 哎 哎 嗯 哎 哎 哎呀 厉害厉害 太好听了忘了拍了 忘了拍了 不是 堂哥说你自个儿这个声音 不可男可女 自个儿能跟自个儿过日子 没问题 对对对 怎么办 那边写了俩段再见 再见啊再见 快拽吧快拽吧师傅来 好 这唱歌跟跟跟短胡似的 太厉害了 胡开了这是家里 金沙 金沙 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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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我从来停下头是 却犹豫感的魂 我在等 好听啊 嗯 好点 啊 啊 让我擦去 眼上之分 让他听完 全部传闻 来来来来来来 总要有任人无证 他他应不会 莫过所生 他能不能 会唱 能不能 有金沙 过了 好久不见 谢谢大哥 谢谢大伟哥 您可以出栏了 您可以出栏了 好 谢谢 特别好 因为金沙是咱们 中国第一个在网上形容说 初恋脸的一位女孩 很多男孩看见她 就直接化了 接下来这一位 这一位是谁呢 你不在 但我只需要爱 你却不在 不及等待想多爱 你不在 这唱歌有点林俊杰 林俊杰这个意思啊 林俊杰 派个人去照顾天赋 对对对 刚才都往那边走 我都跑起来 但你不在 唱得好 你不在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不在了 不在了 天涵老师 找天鹤去吧 找天鹤 男孩就往这边 对 欢迎光临 你们的钱帅哥就要出现了对不对 不可能 因为钱锋在那儿 那边得有八个人才拉得动 来了 你可以朗诵 不用唱 你就别再次找折磨 不要折磨我们了 不要折磨了 这是你单身的理由对不对 老给男孩唱情歌 对 那就让他们到天鹤那边去 对 让天鹤教教你 如果像鹤一样的声音好吗 谢谢你 不是 女生就过的嘛 女生就过的嘛 也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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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稍微得有点水平 对 姑娘 别找了 对 对 我的歌曲 这一位是谁呢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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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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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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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仿佛的世界一静致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 有所掩饰啊 啊啊啊啊啊啊 垂死坚持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静致 一般赶快出来 快快快 快快快 本身就是天选之子 又加上唱国际名曲 太棒了 简直是哎呀 太搭配了啊 好来 下一位 寂寞 寂寞 就 寂寞 寂寞 就 最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Shay 放开你 赶快快快 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闯掉 舍不了善吊 快疯掉 死不了这爱好 我寂寞 寂寞就 你寂寞 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了 我回忆 回想 我就不相信我被翻掉 忘不了那海角 不碰到 等般来就寂寞的 我总会把你借掉 这个是不是很失败 没有 不失败 一点都不失败 你有两句还在调理呢 特别好 过去研发一下 研发一下 来吧 来吧 到这边来吧 因为马上就要到咱们那位壮汉了 得需要四个人拖这个轨道 这个状态才能出来 对对对 重量级的 凑够了四个人 我自己掀口丢 越过深秋 三 才发现无人等候 点点不休 哎呀 再也幻不会温柔 为何记不得 上一次 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空 哎呦 哎呦 太好了 安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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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深秋 虽然刚才钱峰的歌里面啊 唱到了我 对 爹爹不休嘛 爹爹嘛 爹爹不休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正公平啊 对对对 这个场外的四位呢 就已经被我们就选了第一轮了 那是了啊 那里头的这五位 还是让他们每个人说三个理由 哦 还能够继续我们这个节目 否则的话他们就要打车回家了 好嘞 来 有请 我三个理由是可能 我不能养宠物 然后第二个可能不太那么会说话 第三个是 可能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办法接电话 我的天啊 你看女孩都说拜拜了 你们是因为哪一点说的 是因为什么因为 打游戏是不容计电话 他们最恨这一点 便会改一点 下次这打游戏的时候来电话 直接把游戏删了 把游戏删了 还是挺诚诚的 还行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气氛东东那么紧张 第一个就让他过了吧 好不好 可以可以啊 来吧 我们拍了吧 你腿那么长 你自个儿卖吧 麦可这个 这个高侃 谢谢大家 好 来 下一位 下一位 我担心是因为 我有时间都陪我闺蜜了 然后我爸妈也不着急 第三个理由呢 第三个理由 我唱歌不好听 唱歌不好听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知道了 是因为没有男朋友才陪闺蜜 还是因为老陪闺蜜没有男朋友 你看这是个问题 嗯 忍住 哈哈 你看戳到了 哎呀我也 应该是因为有 没有男朋友才陪闺蜜的 哦 放我出来吧 放我出来吧 行行行 哎呦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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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就凭最后这一招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大家都觉得我不应该单身 就觉得我女朋友特别多 没有啊 没有 然后第二个理由呢 其实我还挺帅的 但是 但是被脂肪包裹得太厚了 第三个理由是 父母 可能也是 还不是很着急吧 还不是很着急吧 没有 全国都知道您妈着急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哎呀 你的带着脂肪的飞稳能飞过来吗 感觉跟一盘骨包肉过来一样 真的是 但是我们风哥 他自个愿意努力 他有这个信心 你相信爱对不对 你相信爱对不对 也不是好吧 我竟然沉默了 相信爱 相信爱 相信爱就可以 相信爱 相信爱那就再见吧 对吧 再见吧 您身为爹爹是不是 爹爹爹爹 判着您儿子 还是得有归宿 来 还走了 来来来 好 出来了吧 好 谢谢啊 谢谢 你以为出来干嘛 出来让你陪下依博弟弟 是 是 是 来 我自个儿蹭还行 我自个儿蹭还行 其实呢 第一个就是工作太忙了 没有时间搞得像 第二个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得挺好 不需要别人搞得像 第三个可能是因为自己就付出型人格嘛 就是特别害怕自己就掏心掏费百分百的 把自己全都扔出去了 就没有自己了 怎么样呢 这兄弟这是自己的 我觉得观众旁边是雪亮的 该不该放他出来 谢谢 你看 就该他们几个单身 都不看女孩 都不看女孩 女孩就在旁边的也不搭讪一下 风哥你随便看看那边四位少女都在那儿徘徊呢 最后一个 星月了啊 我单身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我太忙了 第二个是我太喜欢讲冷笑话 然后第三是没人要 冷笑话能给我们讲一个吗 看看是有多冷 有一个雅谦见到了一个刺猬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都是我兄弟眼上面 他说公交车来了 行 谢谢你 应该的 应该的吗 不能让姑娘一个人孤零零的 对对对 小粉红 行了 来 让您过来 寻找爱 大胆寻找爱 好了 我们赏上各位亲爱的年纪人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我们节目了 我们接下来马上带大家 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精彩的环节 哦 耶 欢迎现场各位愿意以单身身份啊 站出来的朋友们 我们刚才听了一部分 非常诚恳地就说自己单身的理由 那其他人是凭什么实力单身呢 第一是外表强势吧 就是大家看着我 就感觉不是一个很乖的女生 就是不是那种很愿意服软啊 对 柔顺啊 你看我擦这么深的嘴唇 就是男孩子看着就觉得害怕嘛 不是个省灯的游戏感觉会吸血是吧 会吸血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真实有效的社交圈太小了 就是我们现在都会认识很多人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你 然后第三个就是不愿意凑合 也不愿意将就 我有我的择我标准 那您的择我标准是 都是爱你的人啊 无闹 坐下 因为我的工作在国外嘛 所以谈人爱不太方便 也是 因为我妈说以后你要 万一跟外国人结婚了 让他欺负你 然后我想骂他他都听不懂 他对我笑 妈妈说上海的怎么样啊 上海的上海的不错 然后然后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太忙了 都是太忙啊 那你不觉得孤单吗 就是自个儿待着的时候 而且又在国外 习惯了 一个人待久了过后 发现自己很知道 怎么样去爱自己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有男朋友 但是我发现他们比我还孤独 每天患得患失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要找同感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我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方法 你要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 你要相信你真心爱那个人 你有一天一定会看见 他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 祝福他们是吧 对 对 对 因为你习惯了你就善良了嘛 对不对 你的心怀就变得很宽广 对 相信 相信 我相信他会来 只要他来 我觉得你找到另一个人 如果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话 何必要去找这个人呢 我觉得曹璐跟前方商量聊聊 对 你们俩人 对对对 他俩就是很多认知都挺内部的 对 特别的 对 王一博 王一博 王一博还 最近来算早恋应该是 是不是 小小 一博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 这个可能得问女生吧 一博是真的太忙了 拍戏那么辛苦 是 是 是 事业为重 金沙呢 金沙 我 你已经都上热搜了你这个 我第一个困难就是我死宅 死宅 就是我在家里是不愿意出门的 然后我如果不工作 那我每天第一个能见到的是快递员 第二个能见到的是外卖员 你看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可能要求有点高 可能一张A4纸都写不完 这么多事啊 你说几个我们听听有多吓人 对 我们听听看能不能治 还能不能救你 见没心目 什么 啊 剑眉 剑眉 心目 如剑一样的眉毛 星星一般的眼睛 葫芦娃 我在这儿呢 剑眉就是眉毛特别的剑 然后眼睛发出了光 葫芦娃 第一 剑眉心目 第二 兄弟要多 第三 家里有爷爷 对 所以说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剑眉心目很有可能就是葫芦娃 剑眉心目 这好 第二条 然后要非常足够的知识 内涵 知识要丰富 吃汉堡要加双层知识 就是知识 知识特别多 我觉得 然后第三难的就是对幸福感的 价值观要一致 三观要一致 对 我觉得挺难的 虽然朋友圈里躺了一千多个人 但是每天聊天的人都没有一个 哎呀 你看听起来这心里面 啊 现眉心目 然后知识又高 然后又什么 我现在想出一个人来 真的很合适 真的很合适 谁啊 谁 一中天老师 一中天老师 你什么 大家好 我是喝酒 只能喝一中的一中天 我的天啊 剑眉心目 知识又高 三观肯定特别照 但是说一中天老师 肯定人家已经有归宿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好合适 你这个孩子是我呀 青山不错 嗯 你这前段时间因为一句 我啥时候能嫁 上了热搜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导演的心里面了 你自己有没有想改变 我主动出去认识一下 说实话呢 其实我的朋友们都挺给力的 每次来见你都修了眉过来的 对不对 那些男人 修成见眉 都划着眉毛来的 我的朋友们都会安排一些聚会 然后希望我能多认识一些 甚至有一个前锋老师也认识的 万毕 他帮我介绍的时候 从那个朋友圈A到Z 然后都翻了一遍 然后给人家发消息 你单身吗这样 他的朋友圈应该也有我呀 对 他当时推荐了你 真的 完全被你否决了是吧 这个人不要 他没有见眉也没有心目 主要是因为知识 你不是双层知识 不是的 我记得好像你还鬼回复了 鬼回复了 哦 哦 你回应了 我给回复了 嗯 对 你给回复了 你摸了吗 我给回复 傅星汉 你自个儿都回复了 都都忘了 你摸了吗 傅星汉 你回复什么了 我 我 我回 我回复了啥 你可能说 感觉那个 他应该有挺多男朋友的感觉啊 你看 所有的艺人呢 其实特别容易让别人误会 就是都觉得朋友圈比较大 然后呢 对 认识的人又多 对 不可能没有啊 对 大家都老是误会前锋 对 有好多好多女朋友 所以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要求都太高 其实女孩子一旦说 我没什么要求 完了 那要求就太多了 因为摸不着 有一种女孩说看感觉 那完蛋了 对吧 我也会看感觉 看感觉 你看 都是感觉 而且好多女孩 那个车壶的话来回说 之前我们一哥们就问我 说你到底是不是就喜欢帅的 他说我们女孩哪有那么肤浅 我们就喜欢我们自个儿喜欢的 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他说我喜欢帅的 就是这 就没有 就是没完美了 对 我喜欢帅的 看 看看来了 帅的有很多 开玩笑 我喜欢有知识的 你看看来了 都是这点事啊 三观还得正 还是易中天老师 易中天有了 那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有哪些瞬间会 突然间让你们觉得 单身受到了这种暴击 就心里一天的折折 关键穿心 我是跟嘉宇当时在重庆拍戏 叫急事救援 就在胡淡卫视 青春进行时的剧场 哇 好厉害 不知不觉就开始说 对 厉害真是 不知不觉赶紧把这个说出去 对 很自然 很自然 那一天我们在拍一场 就是我们同事结婚 我跟她是伴娘跟伴郎 然后当我们在剧中又是一个 相互倾慕 对对对 又是倾慕还没有在一起 会不会就突然间在那个 特别的日子里面 那个特别的场景 对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突然间 会不会有那种当众孤独的感觉 就人越多 越觉得是一个人 谁对张鹤有感觉吗 不不不 据说你当时体会那个戏里 会不会很羡慕 有恋爱的感觉 对 我当时演得好不好 演得特别好 还把我低漏起来 还抱着转圈呢 那也可以啊 她在戏里面体验了一把幸福的感觉 对 也是在那个日子 也是纪元巧合了 蛮好的 嗯 那你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这样 为什么突然之间 我自己是学音乐出身 比较喜欢女孩子会一点音乐 就是学音乐出身这样就更好 对 唱歌要好听 唱上这些都会音乐 除了中间那个 露露露露 就是参加朋友的婚礼会比较受到刺激 对 然后因为也是在国外工作 然后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孤独 还有就是买吃的的时候 第二杯半价 虽然我也能吃得了 但是就不想 然后觉得啊 要是有一个人的话 第二杯就可以半价 可以省钱 我觉得我不太会羡慕别的情侣 因为我觉得适合别人 都不一定适合我 哎 你看 但是我前段时间在家 买了一个那个顶天地地的那种 不打钉子的那种衣柜 开放式衣橱 然后因为我自诩我自己动手能力很强 对我装了一半 发现漏了一个步骤 就得拆了 然后重新弄 如果弄了一半 我就一扔 我就想说太麻烦了 我一闻磕声 我怎么弄得来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觉得 有个男朋友就好了 可以找他撒气 让他帮我搭碗 可以帮你搭碗 哇 原来是这个样子 是 我最难过的是 我老是做梦 梦到我在约会 然后醒过来 只剩我一个人 梦里面都特别幸福 在约会啊 雪在落下 然后落在头发上 然后还 对方还会亲吻一下我的头发 还有热气 长颖是在东北 那个对象是谁呢 不认识的 脸是模糊的 你男孩的脸 长得跟二维码似的 我 金睿你呢 晚上的时候 你在刷短视频 然后本来就一天 过得开开心心的 然后就可以看一些小猫 看一些帅哥 但突然会冒出来一些情侣 然后他们就在那撒狗粮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 他们自己就跳出来 然后觉得他们在攻击我 你觉得你被情侣盯上了 对不对 对 反正上一个七夕节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天 全部都是情侣 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盯着你 然后就感觉他们都在说 这个女的怎么单身 老是觉得自己被攻击 我现在能想到的恋爱 都完美地避开了 二月十四 还有七夕 男朋友为了省钱 可能也是了 可能也是了 对 就不想买礼物还是怎么样 徐老师 你交过男朋友对不对 那必须嘛 我这脸长得就是 会交男朋友的脸 那是啊 不是吗 那交过哪些男朋友 都什么样的类型呢 以前就是年纪 再小一点的时候 大概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年纪比我大很多的 大多少 大六十行吗 大多少 那就真的不行 因为我爸妈相差七八岁 所以我一开始 我也喜欢大我七八岁 这样子的 但是到后来我就觉得说 年轻点的也不错 柚子 哎呀喜欢柚子了 哎呀 有人说这个单身久了以后 如果再找另一样一半啊 就大量的是需要妥协 如果说你们谈恋爱了 你们有什么一定不能妥协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女的说 千锋 你从今天开始不能吃宵夜 你能够接受吗 走开 走开 哎呀 凭实力单身 没有 我会 我会 如果她是真心 就觉得是这样对我好 对我的健康有益的话 我会接受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她的情况下 只要喜欢什么都能爱 赫赫呢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就不能乱动我整理好的东西 对 我已经整理好的 比如书啊 衣服啊 衣柜啊什么的 你都不懂 头发呢 头发 亲爱的 亲爱的 走开 也不行 头发也不行了 头发也不能动啊 对 就是强迫症 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衣柏 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不能玩游戏 别带我头盔 对 可能会对我爱好吧 我觉得可能女生觉得 玩滑板跟摩托车会比较危险 如果说阻止我这些爱好的话 我可能会受不了 对 这是热情 不会 底下两万个人说不会 你玩吧 把摩托车骑在滑板上 我还没有很多接受不了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打游戏嘛 但是就比如说我玩一把 然后他打了电话我摁掉了 然后我玩这把赶紧就不玩 就赶紧回电话 就是问你有什么事啊 他如果要去做什么 多人别玩 我就不玩了 就这样 然后你打过去 问人有什么事还行 人肯定说没事就是想你了 那我肯定 必须就什么事都不干了 就是体贴呵护吧 一波太酷了 来 一波说 等会儿让 我来说一句 那个打电话 我说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忙着呢 等会儿再想 等会儿再想 等会儿再想还行 等会儿再想 那明天我们能不能吃饭 明天我不饿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不要有厕所 我随时会方便 厉害 厉害的 我吃饭是用那个厨房 那个小的衬 一个一个棒的 每天我有固定的卡路里的 可怕 所以如果交往男朋友 如果要没收我的衬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吃饭 那个吃的要过棒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多少三文鱼 吃了多少牛肉 全部算好卡路里 棒好 照片拍好 再也有一个APP 然后可以测算 那如果是这样 这是你挺喜欢的一个男孩子 想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 邀请你到他家里面 他亲手为你制作一顿 非常丰盛的晚餐 他会带着秤去 你会秤吗 当着他的面 没有没有 平时我都要带着秤 情人节那天可以意外 偶尔 情人节可以不带秤 可以例外 为了氛围可以不用 对 我觉得不能支持 我热爱的事业 我不能妥协 不能接受 我以前有过一任男朋友 他就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试镜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网剧试镜 我那天很激动打给他 我跟他说我参加试镜 立刻冲过来 然后跟我说 你要想做这行 我就跟你分手 看我现在 是谁的小眼睛 还没看老师 好酷 菊姐 菊姐有个问题 就比如说有一个 你特别特别细腻的男生 他就是100分 怎么都行 但是只有一条 就是你以后不要再买黑了 你怎么想 我觉得他不能接受我的外表 就不可能他成为100分的品费 你跟他唱歌 人前的黑不是黑 你要的白是什么白 你要的白是表白 对对对 你要白我就给你白白 我最不能妥协的就是 我最不能妥协的就是 因为我单身的时候 就朋友陪着我玩嘛 那如果说我要是谈恋爱了 男朋友不让我跟朋友出去玩 我就不能妥协了 就跟闺蜜干涉自己的朋友圈 闺蜜 男朋友 女朋友都是朋友 干涉交朋友这部行 对 谁没有个自己的三物知己 对 露露呢 在我一个人住最孤独的时候 我羊 羊 一 我啊 狗 谢谢 我不知道 怎么接的那么近 为什么一直在我养 你不问 因为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我有馒头和花卷陪着我嘛 陪了我三年了 小宠物 对对对 所以她要是不让我养狗的话 我可能就接受不了 还有就是不让我工作的话 接受不了 我觉得独立的女性 应该一直接触社会 对 要有独立意识 对对对 要让宠物去工作 心悦呢 你有什么不能妥协的呢 第一 她不能拉着我赖床 因为我喜欢早起 然后写东西 哎呦 哎呦 赖床好浪漫的 赖床最开心了 你醒来睁开的那个人 把你清醒了多开心啊 是不是 睡美人是吧 多好一件事 我问一下其他女孩子 金沙你能够接受吗 能够接受 喜欢 是吧 早点你看人喜欢 但是要带着秤是不是 你肯定喜欢啊 你肯定喜欢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顺不得一直赖着 但是你早上有工作 那我就会自己醒 但我也不会叫他 所以你就自己待着 自己待着 自己待着啊 我去闯事业去了 哎呦 喂 你看他 韩哥 就是您会有妥协吗 就是您跟乐乐姐 我呀 哎呦 我有可能是特别特别幸运的 啊 我到目前为止 从来就没有被要求改变过什么 你看看 哎呀 哎呀 这就是爱 我都是主动改变 撒过两块 你看 从他的眼神里面读出 我的缺陷到底在哪里 马上改正 立马就改 哦 一点都不耽误时候 对对对 不断地进步 两个人相爱的话 为他改变也觉得我没有改变 这是应该的 是吧 我的妥协 我觉得女孩 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 你以为你没有妥协 其实你就妥协好几年了 你已经妥得妥妥的了 对对对 这都是啊 听了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之后啊 都觉得大家都是凭实力在单身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独生 或者是独居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啊 好多年轻人觉得 哎 一个人过去也挺好的呀 今天呢 大家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组成 单身的评件委员会 替广大的单身伙伴们 来提前尝鲜评测 我们三大单身推荐 哦 根据这个广泛的调查 我们列出了三大单身的 烦恼的场景 哦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场景到底是什么 独居夜晚太繁忙 香薰眼罩起夜灯 锁门锁窗 关窗帘 还是总觉得家里多个人 哎呦啊 这些恐怖故事吧 这是 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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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你自己要把自己家里所有的窗户全都检查一遍 看看关没关上 然后把所有衣柜打开一遍再关上不知道为什么 就怕里面有 有个人 哎呦啊 哎呦啊 多可怕啊 比如在家洗脸的时候 然后突然你洗头 然后闭眼睛的衣裳呢 就感觉外面 洗完妆你发现这是谁 对啊 就有的时候 就爸妈从后边走 就突然也吓一跳的一种感觉 我其实还蛮太黑的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睡觉的从来不关灯 那我受不了 睡得少吗 夜灯调暗一点 但是我不敢关灯 睁眼的时候 如果什么都看不见的话会害怕 菊姐怕黑吗 还好 菊姐她怎么会怕黑呢 会怕黑呢 对啊 黑夜里才看得清我 对啊 那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问那个魔镜 魔镜 魔镜 请你告诉我 谁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魔镜说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看不见啊 魔镜瞎了 金沙呢 我真的不太害怕一个人的 因为我独来独往惯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或者说一个人去海外工作啊 去进修啊 我都是一个人 拿着行李跑来跑去的 所以我习惯了 只有同事在我家里逗留 还没有除了爸妈之外的人 多逗留这样子的 但是应该还是挺期待 有那么一个温暖的场景 那当然出色 如果有 当然来 当然来 那当然 根据网友的真实担忧呢 我们寻觅了一件创意产品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创意设计师呢 也一直隐藏在角落 你好 欢迎我们第一位嘉宾 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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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舞台 是一个吐槽力爆棚的舞台 今天带过来的这个东西 他们有可能会吐槽 但也有可能会很喜欢嘛 有这个勇气 接受这个挑战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他们的所有的建议 也会是我们很好的资料 你觉得大家很喜欢 还是会觉得鸡肋 会比较喜欢 而且对于女孩子来讲 其实是一个挺实用的东西 你觉得他们猜得到吗 可能有难度 等一下听听 我们首先来看看它长成什么样 这是个什么 刮活刀 这是个遥控器是吧 它有一个放大镜在上面 像那种手机拍补光灯那个感觉 还真是 这有点像那个照豆那玩意 这长豆了 完了之后给它照光 我觉得护肤的吧 护肤对吧 护肤 或者是那种防狼手电筒 代表月亮相对 下面你就是光线特别强 就是特别强 就闪光的 看四郎的时候一闪它 然后它就吓到 跑掉那种 单身人是吗 你要往那个刚刚的场景方向考虑 我觉得它应该是 找那种隐藏摄像头的 是什么东西 这个会吗 我觉得玩局可能它比较关注 就隐私安全这一块 对 我看到过有新闻说有一些 不是很正规 但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种 经济型酒店 被查出来有那种针孔 那种很小很小的摄像头 比如说在电视机柜下面 纸巾盒里面 或者在浴室里面 很可怕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来到了一个孤独的房间 哎 公演 哇哦 马上报警 还认识防狼 还报警 真让菊姐给猜对了 厉害厉害的 双篇 大家来评价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女生要必备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很小又方便携带 无论男女出去隐私都很重要 尤其是住在酒店这种地方 现在不是没上市 但它如果上市了 我觉得我一定会买 甚至还会送给一些好朋友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它缺一个功能 缺一个功能 对 它说缺一个功能 带秤 对不对 对啊 对 对 可能能量秤 有秤就完美了 我有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也是那种防监控的器器 很小 但是我不用那么费力地 去一个一个找 我只要在房间里面打开 这样扫一圈 然后对着天花板扫一圈 如果有的话 它就应该滴滴滴叫了 哦 但是比如说我房间里 没有干干净净的 酒店的走廊 不是都是监控吗 我一出去就会 马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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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不停的 哦 你滴的好快啊 是不是就是蹦滴用的 不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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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深厚 就高興了 哇 к private 加上声音能够让人不要太费神 就更好了 还有我觉得它那个 抱紧的那个声音 能再刺耳一点的话 我可能睡觉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醒 哦 你睡那么死啊 我天的 开着灯都不行吗 他要开着灯声音还得大 他就是夜店睡觉这范子 对 刚才有一些优点还是打动了 对 女孩就安全 起码安全拿手给他 防范 但是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单身宝卧的设计师 来了吗 上场 哎 叫你过去了 赶紧去 赶紧去 赶紧 迫不及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詹马 詹马 欢迎 詹马 詹马 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 这个千里马 设计的作品获得了很多很多奖 红点奖 那个很大的一个奖 IF奖 金点奖 红星奖 对 这些奖项都有设计界的奥斯卡支撑 作为一个单身宝物的设计师 听说你本人并不是单身 对 我其实不是单身的状态 那怎么会想到 设计一些单身人士用的这些宝物呢 从去年开始会偶尔被单身 被单身 对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的太太她经常需要出差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 所以她每次单独出差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担心她的安全问题 而且作为设计师 经常会看到一些报导 住酒店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会去考量 设计师怎么样可以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设计师的一个社会责任 刚才这些姑娘们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 所以最后有一个SD卡 所以这个是更厉害的 这个是更厉害的 这个就是搜索的那个壁子更密 对 还滴滴滴滴滴呢 还那么多不滴滴的呢 对 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 在相对比较安静的酒店房间 它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它除了提醒消费者 有人闯入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是 它可以震慑传入者 因为它离传入者的距离相对比较近 所以传入者听到这个声音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也许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做成 可以调节音量 根据你的需求 关于找摄像头比较麻烦这个事情呢 在我们的产品说明手册里面 会有一个提醒 就是当你去住酒店的时候 有哪一些地方是你需要注意的 有可能会隐藏一些摄像头 比如说正对你的船的一些擦坐 路由器 或者是天花板上的一些烟雾探测器 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 常有摄像头的 我们要有目标的去找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找到市面上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您的产品到目前为止 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的镜头 因为我们其实使用的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原理 它是通过 对方摄像头的一个反观 几乎所有的摄像头 它因为表面有镀层 它都会反观 那如果装在镜子后面的 能不能反出来 也可以 因为镜子它必须透光你的摄像头 才会拍得到 镜子是怎么弄 镜子没有孔吧 没有 险虚室里的镜子 我能看到你看不到我的那种 你进去过 没有 看过片 电影里面都演过 吓我一跳 就是能看到里面 里面看不到外面 这个我们光说 大家有可能感觉不到 詹马对自己的宝物 是非常有信心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在你们两边队伍 就座位四周藏了十个小的摄像头 我们要现场考一考自己的宝物 和大家的搜索能力 我们请两边各派一个代表 找出摄像头隐藏的位置 找出的这个摄像头的数量最多 最快的那一边 每个人将会免费获得一台出行的安全宝 好 开始 好 男队看谁 前锋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对 那那边女孩就是露露了 找到一个就用这个贴纸 贴在那个位置上 对方的眼睛就是我最大的折扣 两个人找到了对方 找到了彼此 开始 行锋 有十个 风格应该很厉害的 可以 看不见啊 没有啊 肉眼就能看到 一波肉眼已经看见了 他肉眼已经看见了 这肉眼不就能看到一个我这么大 你这孩子 哪里 还真是这么大 还真是 这也有一个 这也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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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了 这女孩能找半年 没有啊 找到了 我找到两个了 找到两个了 少女你往这边瞅瞅 风格很厉害的 又找到一个 哎 你看看 货都快跪下了 我这么客气 风格你找那边没有 你那边是帮女生在找了 我帮她找怎么了 你看看 也是可以 你看看 就是这么降气 我又找到一个 哇 这么惊喜啊 今天还差一个 没有啊 没有啊 风格应该很厉害的 哦 还真是 好 找完了 找得非常快啊 前锋 你宣布一下 到底是你这个队获胜 还是露露的队获胜 前锋 你这个队获胜 还是露露的队获胜 当然是曹露这个队获胜了 哎呀 这就对了 有希望啊 请张怎么来的 是不是 你看看 好 有希望有希望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沾马呢 今天还带了另外一件宝物 据说可以让大家脱单 可以脱单 啊 可以让大家脱单 猜一猜这是一个什么样 小小的东西就能够做到 这什么 嗯 可以猜一猜 亚铃 握力气 握力气 把它拆开吗 没有 哦 不不 哎 真是可以拆开 他就让我们猜一猜 我就把它拆开了 嗯 7点10 7点10 充电宝 哇 充电宝 就是充电宝 对对对 哇 帅啊 怎么脱单呢 这个产品其实是源自一个小故事 在我们团队 其实之前有一个 一个男孩子 他有一个心仪的女生 但是他不好意思去表白 嗯 我们想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设计一个产品 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那我们用这种 异性相吸的一个原理 嗯 把两个充电宝 通过磁吸的方式 吸合到一起 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 成为一个 单身的信号 那当我们在公共场合 看到有人使用这样一个宝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对方现在是单身的状态 而且他希望 开始一段爱的旅途 哦 就跟以前那项链 一人一半拼成一个 那种意思似的 而且当他吸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是 他们可以相互为对方充电 就像我们的这个情侣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给对方力量一样 哦 尤其过机场安检之后 俩人都在那筐里头 啪 吸在一起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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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这件东西 真的有机会让自己脱单吗 啊 我觉得好多人 其实不会大胆地展示给别人看 说我是单身 对 关键是要形成一个共识 所有的人才会认为 它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但是共识是往往特别特别难形成 那詹马带来这两件单身的宝物 一个是让你独居的大门后面 就更加地安心 一个是让你尝试发出一些讯号 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个回馈 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詹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场景 请看 一个人点外卖 点不满起送价 想去心仪的餐厅吃饭 又被秀了一脸的恩爱 这有可能 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如果你突然想上洗手间的话 没有人给你看东西 然后又怕我还没吃完呢 服务员撤走 就很快地吃完 然后又去上洗手间什么之类的 餐厅的人特别多的时候 不能分开一个站位子一个点餐吗 等我把东西点好端过来的时候 我的位子被人家做了 好惨 我这个餐厅是不是叫麦当劳啊 就是 就是一个人加杯的一个人点餐 如果我在海外的话 我每天都是独自吃晚餐的 因为机秀完录音完 刚好是傍晚时间 那棚里面就有别的工作 他们人员都不能陪我 我就一个人去餐厅里面 然后看着夜景 然后来杯香槟 然后一个人烤着肉 看着夜景 我同时我还很闲的 我还观察身边的那些情侣们 储多久啊 对对对对 这就对了 这个心态啊 这个心态 祝他们平安 对啊 这个心态 有些是热恋三个月还没过的 有些男生会 可能躲躲闪闪老是看手表啊 又一直在看手机啊 我就觉得可能会不长久 可能闲的话 那真是闲的话啊 对 那会一个人去烤肉 你就直接走过去 他们俩人在那儿约会 你就跟着男的说 你就这么对我 然后你就走 对 在这儿碰到你们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 你太坏了吧 做他们女的做半年的 有需求就会有新的创意 我们接下来看看 第二个推荐是什么 哈喽 欢迎佳琳 你好 来 请请坐 你觉得大家会吐槽 你这个产品吗 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也想听说 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 我会觉得有过半的人 会喜欢这个模式 他们马上要看到你的产品了 你紧张吗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哦 我这 这什么 单身小火锅 约会小火锅 不能看脸是吧 只能看到这儿 这个我好像在微博上看过 你拉开这个帘子 如果你想跟对面的人吃饭 你就继续开着 然后你每天就聊就吃 如果你不满意对面坐的人 就把那个帘子放下 买单最后是 自己买自己的 自己买自己的啊 在这个模式上 我们进行了一个升级 桌子那边有一个 我没吃好的小牌子 就是当你需要去洗手间 或者是去打僵料的时候 你可以把牌子立起来 就会避免被服务员收餐的尴尬 并且我们有手机支架的 我发现他们都是一边看着 电视剧啊 或者是综艺节目啊 下饭神器 是是是是 桌子左右两边的隔板 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曾经也见过 一对小情侣来吃饭 吃着吃着 他们就把隔板给拉起来了 这个好伤人呐 对啊 放下去之后不是很伤人吗 对 不是 这个太伤人了 是吧 无情 无情 你拉起来不满意 再放下去就放 这特别伤人对方啊 这就是个伤人做的 伤人 对 现在还挺流行的 这种一人份的 新的用餐体验 我们今天呢 也把他们带到了现场 大家有没有想法 去体验一下 好 好 好的 马上来进入大家一个 真实的体验 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 泛有匹配大考验 我们要有请张赫和这个嘉宇啊 他们就是做很默契的出地观 引导大家呢 完成美食社交新体验 哦 或者我们男生女生队伍呢 就戴上眼罩 好 这一刻呢 你们都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了啊 我们接下来请赫赫和嘉宇 帮助大家随机的抽签 抽到铜色卡的人呢 进入到同一桌就位 大家现在小心脏 扑腾扑腾地在跳啊 随机抽签 红色的塑到一桌 只能抽一张 只能抽一张 贴贺你是饿了是吧 我那么半天啊 不要那么贪心好不好 好 哎 钱老师 前锋只要能吃就死了 好 好 哎呀 确定好颜色 接下来请嘉宇和赫赫 来引导抽到铜色卡的人 做到一桌 男生签男生女生追女生啊 好 赫赫赫赫赫赫赫 高天赫你腰间盘突出了是吧 我害怕 现在已经不能出声了啊 都不能讲话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啊 每队拼桌饭友有三道默契AB题 如果连续三题都选到相同的答案 则挑战成功 挡板落下 解脱美味的单身拼桌火锅套餐 如果任意一题选择了不同选项 则挑战失败 失去见面和品尝美味的机会 就做完毕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请红桌拼题 开始品配 好的 请红色桌的朋友 先把眼罩取掉 好 准备好了 我开始念第一题了 如果你前女友或者是前男友 找你借钱 你会告诉你现女友 或者现男友吗 A 会 B 不会 好 两个人都是红灯 表示都选择了 A 第二题 你觉得男女之间 存在纯洁的友谊吗 A 存在 B 不存在 不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哎呀 哇 这么默契了吧 哇 两个人 哇 好厉害 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第三题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A 相信 B 我不相信 他俩肯定 三 二 一 那位男嘉宾 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 真是见眉心目呢 马上上属于你们的单身品酒火锅套餐 对面的那个人 喜不希望跟他一起吃火锅 都问了家庭住址 都是一个区的 心灵相通了吧 已经 赏心悦目 秀涩可参 错了 错了 所以你单身嘛 不许说话 闭嘴 闭嘴 还有最后一题 来 三 二 一 执政百元 那位男嘉宾 三道题全都是一样 可能是一种传递 或者一种暗示 心灵相通了吧 已经 心灵相通了吧 已经 哇 那么恭喜了 他们这边又可以吃火锅了 对 你们可以打开隔板 确认对方是谁 来 三 二 一 拿开 不不 不要拉板子 别着急 姑娘 朋友圈里藏了一千多个人 但是拼个人都没有一个 对 我会 我会 这就是爱 三 二 一 你通过这个宽儿看啊 这位男士还真是见眉心目呢 你通过这个宽儿看啊 这位男士还真是见眉心目呢 这超级豪华 这超级豪华套餐那一种 好的 双方的火锅 已经燃起了爱的小火苗 两个人现在可以开始 四目相对 开始吃了 但是为了能够让女嘉宾吃的 能够非常非常的安心 我们有一个设备 我 好 接下来 下一桌 开始 下面请听饭桌默契题 第一道题 恋爱中的男女朋友 可以向对方坦白之前 所有的恋爱经历吗 不许说话 闭嘴 闭嘴 A 可以 B 最后不要 3 2 1 A 好 俩人都红灯 好 第二道题 恋人分手之后 是否还可以做朋友呢 好 A 可以 B 做不到 3 2 1 stripe 大家放心了 好 失败了 失败了 下一桌 来 请绿桌的摘一下眼罩 第一道题 你相信相亲可以遇到真爱吗 A 相信 B 不可能 三 二 一 成功 好 第一道题 过去 第二道题 更希望以下哪种好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A 彩票中大奖 B 突然年轻了五岁 三 二 开始 好了 非常遗憾 我们的绿桌 也没有获得 共同吃火锅的机会 接下来是最后一桌了 蓝桌的朋友 请出下面罩 脱面罩 除下面罩 除面罩 对 除下面罩 来 那位睡着了的 除下面罩 不要抢花 你会选择以下哪种工作 A 月工资三千 只工作一天 B 月工资三万 只休息一天 三 二 一 还真是有点默契 好 那第二题 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 A 是可以 B 是不行 三 二 一 这个是同时 还有最后一题 下列哪种选择 更符合你的爱情观 A 真爱只有一次 B 真爱不止一次 来 三 二 一 好 两人同时 我们拉开栓 看看跟你一起吃火锅的会是谁呢 三 二 一 拉 一езд 一 来 拉开栓 阿 真爱不止 一通 三 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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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你没有火锅吃是不是 来拼桌 恭喜恭喜恭喜蓝桌 马上上网属于你们的单身拼桌火锅套餐 来拼桌来拼桌 过来一起吃 天哪 好 能给你慢慢的讲用 问一下已经这个匹配成功的 当这个窗打开的时候 看到对面的那个人 你们稀不希望跟他一起吃这个火锅 希望 希望 都是上海人 两个人多好对不对 对呀 上海里 你看看 这不巧了吗 好香啊 而且你俩也不算是异地 爸爸妈妈见面也方便 对 凤哥 机率更高了 特别棒 前面在上海有两套房子 金沙 没没 都没还完贷款呢 天鹤和露露你们打开那个 赏心悦目 秀色可餐 哎呀 我以前觉得这种活特别无聊 但是我突然发现好美好 对不对 露露你觉得呢 凑合吧 凑合吧 不是新衣的人 就喜欢那种女性 对 非常的对 非常对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其实我觉得跟谁吃不重要 吃什么才重要 这个火锅得好吃 我还没有事呢 我好想吃啊 我以你单身嘛 吃什么才重要啊 这样的单身美食社交设定呢 让一个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 马上有请一人食小火锅的 美味当家林佳玲 有请 师姨你准备好去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对我们的菜品有信心 好嘞 佳玲 您这个锅是给谁准备的呢 给您准备的呀 特别特别感谢 佳玲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哪儿的火锅呀 好像也不是我们重庆四川的那种火锅 不是 我是一名地道的潮汕人 哇 潮汕的火锅 火而口 这口音真的是啊 所以今天我带大家来 夹聪 夹聪的意思就是 吃火锅 打边炉的意思 这个开了吗 这个还没开 要稍等一会儿啊 好 好 好 不着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怎么会想到 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一个人在外地打工 然后呢 就一人吃饭的时候 非常的不方便 一转身 哎 位子被人坐了 然后呢 我就非常想要有一个 独立的一个艺人食的空间 所以就是我创业的初衷 这不能喝 姑娘 我闻一场 闻一场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要已经干了呢 这个是我们潮汕特色的火锅食材 潮汕的牛肉丸特别好吃 带来了 牛肉丸特别Q的那种 对 另外我也带来了 我们的厚切肉饼 哇 这个好 鱼皮角跟鱼侧 这些就是不常见的食材 哦 这是小汤圆 这是不是已经熟了的还是什么 熟了 熟了 很猖急 饿了吧 王菊你是 对 因为我们店就是会在 一些特别的节日 会给独自来店用餐的人士 献上一些小的薪食 比如说七夕节我们会送蛋糕 中秋节我们会送月饼 当然今天是冬至 我们也精心准备了一个 制制的小汤圆 小汤圆在我们那边是叫冬至圆 这个冬至圆有一个特别的吃法 入口必须成双成对 哦 俩一吃 对 吃一对 现在可以煮了吧 对 现在就可以煮了 来来来 王菊 先煮一下我们最特别的 朝上肉饼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老师号 每天新鲜的手打 空运到深圳这边 然后所以这些食材 在我们店每天也是限量的 我们为了让单身人士 可以更加放心 更加舒适地用餐呢 家里也花了很多小心思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 就是我们的拉帘是可以打开的 是一个服务员上菜的地方 上完菜之后 服务员全程不会再打扰到客人用餐 这个挺好 你们那有配对成功了吗 在您的印象当中 曾经我看过有男生加女生的微信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有没有问题 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但起码有了开始 觉得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了 这样子一个场所 现在这个可以吃了吗 对 可以吃了 可以 可以 包包 王军你就别客气了没事 对 拿块子赶紧的 这不是有吗 他这肉多 他们都吃兄弟的去了 这边都熟了已经 来 赶紧尝尝 赶紧尝尝 他就是现在在你们店里面 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他更倾向于一个什么样的 用餐的体验 独自用餐的人士会比较多 我不能说 王军军说他们是单身 毕竟就是可能已婚了 或者是有对象了 但他就是想要有一个小 有这种感觉 对 一个空间去放松一下 对 我们想前锋 前锋 你别出来 你跟金沙吃什么感觉 那丸子在那样呢 他脚 他对那丸子呢 脚 吃沙剑 前锋 你面对着金沙吃饭 什么感觉 丸子不够觉得对不对 我觉得两个人吃饭 真的比一个人好 是吧 我们已经有交谈了 都问了家庭住址了已经 真的 金沙 你觉得呢 你觉得把你的家庭住址 告诉他后悔吗 现在 不用后悔 因为就是自愿才说的嘛 就是 而且两家 好像住得蛮近的 都是一个区的 你有情我有意 赫赫 还有露露 你们俩觉得这样 面对面的吃饭感觉怎么样 我知道他老家是张家界的 然后他现在手而住 他自愿告诉我的 我刚刚跟他一起吃饭 然后他真的是吃 就是特别香 然后跟他一起吃饭 感觉会很有食欲 而且特别体贴 一直跟我说不要烫着了 然后要小心火什么之类的 好温暖 这就是我们想给你们的啊 特别特别的快乐和开心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 吃什么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你现在有了更多的 比较自由的选择 这个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 我们在最后掌上感谢我们的嘉玲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 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场景了 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 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 经常出差啊 还有这个节日返乡独居一族呢 家里的动物心是没有人照顾的 那在中国呢 现在选择养宠物的当中 有一半是独居的这个人士啊 这样庞大的比例呢 就让人无法忽视 钱锋你现在是养了 两只猫 那你出差怎么办呢 会特别的想他们 想他们 然后就是给他们自动喂食 然后自动铲食 你的猫叫什么名字 丁丁和当当 丁丁当当 铜当当当 呼噜啊 我要是出差的话 就把它放在幼儿园 啊 动物幼儿园 对动物幼儿园 对 我会叫阿姨 在家里陪着它 照顾一下它 好 我有两只田园猫 我觉得猫相对于狗 它会更独立一点 然后其实它也不用�úde 我只要给它充足的粮食水 以及足够多的干净猫杀 它们单独过五天 七天也可以吧 看看接下来这一位 背剑是什么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好 你好 最后的一组嘉宾 来 请坐就座 就是你们两位 比前两位的嘉宾 就打扮更隆重一点 感觉就是要去完成什么任务一样 没有 七处几乎 我们也不传成这样 所以你们今天带来的那个宝物 一会儿嘉宾看到的话 你觉得他们能够理解那个宝物吗 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经验 资深爱好者才知道 都不一定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神器 可能一般的服务的地方都没有 好的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 到底推荐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啥 这又是防那个摄像头了 应该是 对 那应该是 下边是个箱子嘛 上边是个眼镜对不对 上面应该是个眼镜嘛 你看他们不认识 这个宝物到底是为你们的独身的 生活做一些什么样的匹配服务呢 今天我们现场的独具人士里面 将会有一个幸运儿 率先体验一下这项神秘的服务 请看大屏幕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 这是我家 摸一摸嘛 我上去摸一摸丁丁 用一个我们的VR智能眼镜 进行服务 主视角 是否这些上门的人 对猫都有专业的培训 但是隐私问题 还是依旧会有些些困扰 说真心话 对 但是怎么这样知道 家里的密码或钥匙呢 那么我们的客人 他会需要把自己的钥匙 交接给我们 或者把这个密码 能够告诉我们 摘了眼镜之后 然后再开门进去嘛 就是感觉也能去别人家看看 去别人家看看 今天我们现场的独具人士里面 将会有一个幸运儿 率先体验一下这项神秘的服务 请看大屏幕 是我 还真是 我已就位 是否开始 请确认 开始确认 确认 这是我家 您好 你家猫 当当 丁丁 丁丁是那个白色的母猫 这猫这么长 当当是男生吗 当当是男生 那你每天看他们撒狗粮 撒猫粮 撒猫粮 当当的性格 是那种很活泼的 但是丁丁就是那种很乖巧的 就像小姑娘性格一样 哦 还在逗她你看这样 哦 还在逗猫的那东西啊 对 别不理啊 你看 不理不理 猫就是相对有点冷漠是吧 光吃了 他不想理你就是不理你啊 当当 来 来给我翻个跟头来 哎 能 能给他摸一摸吗 我上去摸一摸丁丁 丁丁 哦 主持角 他们两个都在吃饭呢 啊 到这个点了啊 哎 有谁家猫随谁 真的是啊 我想看看丁丁的正脸 把它掰过来 掰过来 嗯 丁丁 哦 哇 好可爱啊 好 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这样的一个 主持角 主持角的 让我跟宠物之间更亲密了 可恶 我我我感觉挺好的 你看 也就是说你出差以后 你通过他们 他们就可以直接去帮你 照顾你们家的猫 或者是让你随时可以看到 我作为女生 我还是会有一些些担心 不仅仅是隐私 对 还有就是说 是否这些上门的人 对猫都有专业的培训 因为有些人 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猫的情况 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还是隐私问题 还是依旧会有些些困扰 说真心话 对 毕竟是到家里面去 对 是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一定要有这种 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安全意识 毕竟是陌生人 就当你不在家里的时候 家里的猫猫狗狗 会成为我们的牵挂 但是别人到你家里去 安全意识 也会成为你的牵挂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有请这项项目的 设计开发者 来跟我们打一解惑 好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乐倩 大家好 我是岳伟 这个造型啊 这个帽子一定是做了造型来的 对 西装的袖子稍微长了一点 特别像侦探 侦探 乐倩之前是北京青年报的 资深的记者 也是河北青年报的常务副总编辑 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辞职以后 就创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猫 但是小时候呢 爸妈说了算 怕影响学习就不让养 两年多前吧 我是因为这个生活 遇到了一个算小低谷吧 当时想转化一下心情 就想说那我养只猫吧 那么自从养了猫以后呢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多了很多的乐趣和话题 聊天中我就发现了 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痛点和契机 就是这些养猫的人如果说他出差或者是出去旅行 他出门了猫怎么办 这个因为猫给了我生活非常美好的改变 我也觉得这个行业非常的看好 我就把自己的创业方向转到这里来了 刚才他们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顾虑 对 怕隐私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特别是女孩子 其实信任和安全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 然后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解决这个事情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特工在前方老师的家里 用一个我们的上门卫猫神器 就是这个AR智能眼镜进行服务 接下来呢就要去天凉加水 清洗清洁一下猫沙 那么他其实就是我们利用高科技 来对我们的这个安全增加一重保障 因为有了这个眼镜 他在前面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和他做的事情 你在后面你全程都是了解的 那么这样的话 那你就会对他整个的行为有一个控制 他摘着眼镜不就完了吗 他干那天 他这样 对 他可以避开你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用眼镜 而不是拿一个手机的视频 你眼镜它是始终是戴在眼睛上的 第一视角 对 第一视角 那是怎么这样知道家里的密码 或有钥匙呢 这个我们在所有的上门服务之前 都会要做一个家访 那么我们的客人 他会需要把自己的钥匙交接给我们 或者把这个密码能够告诉我们 那眼镜之后 然后再开门进去吗 这是不可以的 一个是我们的客人对我们很信任 另外我们用科技手段进行了一些保障 那个眼镜是相死的 那个人身上的对不对 摘不下来 缝上去的 进门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流程的 前方的特工要讲 我现在要准备进门了 请确认 我们后方会有一个后勤特工 他会对这个人的这个行为进行确认 经过允许了他才能进入 也有监管是不是 对 我们是双人双党制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的严格地去审查 那么其实我们实际上在招聘特工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来应聘这个岗位的人 很多的人素质还是挺高的 有可能本身就是爱猫人士 对 他们其实应聘这个工作 不是只是想获得一份收入 他们还想在这里面 获得一些撸猫的乐趣 而且有这么一份爱猫的情怀在 刚才一波说的一个点特别对 就是感觉也能去别人家看看 也能去别人家看看 他正好不动养了 就是他正好 他想养猫 他又没时间 他正好把自个儿爱好当挣钱了 而且还能各地看自个儿喜欢的猫 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猫 也是我们特工的一项福利 你看看 对 那如果上门的时候发现 猫猫有这个异常情况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当场就可以和主人 因为正在直播连线嘛 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 沟通 当场的沟通和汇报 另外我们在这个 所有的上门之前的家访的时候 会跟主人有一个确认 就是如果我发现你家的猫 突然有异常 但当时我联系不上你怎么办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会得到主人的一个授权 就是你可以直接送到医院去 或者是你要等我的回复 我们会根据主人的意见来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有这个 来看一下 对 有失睡猿 失睡猿 失睡猿 我先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可爱的失睡猿 他叫小鱼 今年快五岁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田园猫吧 对 田园猫的一种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俗称它叫奶牛猫 因为像一只小奶牛一样 奶牛猫 你进去吧 它是 失睡就是 这是什么呢 它负责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房间 让它来体验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间 那么这个标间 最多是同家庭的猫住两只 是我们的第二代猫房间了 在第一代使用 升级了 对 我们升级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材料 可能大家看上去觉得这是一个纯实木的房间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敲一敲 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铝合金 铝合金的 对 那么只有猫猫会趴握的这些地方 在里面有个猫箱 才是用的真正的纯实木 那么这样用铝合金的好处呢 一个就是猫猫经常喜欢磨爪子 那么它磨的时候就不至于抓出那个毛刺 来伤到它的肉垫 这是我们的这个材料上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方有一个新风口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结构 其实也是非常猫性化的 因为猫猫是非常喜欢在纵向的空间上活动 所以我们一共分五层 最底下的是一个活动区 它可以在下面做游乐 第二层这个是厕所 那么第三层是一个互动区 可以在这里用斗猫棒伸进去 或者手去抚摸它进行互动 那么后面的那一层呢是它的一个趴卧休息区 猫猫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因为一米多高的位置对于猫来说是最最安全的 很舒适 对 很舒适 那么上面还有一个登高的瞭望区 它在这上面一共五层 猫猫想在哪层待着就可以在哪层待着 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自己设计的 而且后面刚才小鱼儿藏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专门设计的躲藏区 就是猫猫来了以后 它可能会有应急反应 刚才王菊姐姐说的 刚才王菊姐姐说的 王菊姐姐 姐姐 王菊姐 你这妆啊 你这对哈娜的妆啊 当然以外都是姐姐 小姐姐不是流行称呼吗 小姐姐 对 那么这个躲藏区就可以让它再藏这 最妙的是猫猫以为自己藏的 没有人看到它了 但实际上它的主人就可以通过 我们房间里大家看 摄像头 有摄像头 那么就可以24小时的来观看我们的猫咪 而且这居然有个门铃啊 就是 她问这个猫 我能进去吗 这是灯 这是灯的开关 我说 对 有个门铃 为什么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厕所 那么猫猫在里面 它是可以通过旁边的有一个圆洞 它可以从圆洞进去上厕所 而我们店员呢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卫生打扰 他现在到了大家最喜欢的趴我身体去了 对 这个方位 这个挺好的 其实它们现在就是开始已经联手天使动宝 就保护动物啊 其实它们店里面有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外面看到很多流浪猫 特别特别让人心疼 那么它们现在在店里面就有很多这种 哎 流浪猫 这如果去的人 一看这个猫很有演员喜欢的话 我们做相应的手续 哦 不是说你想啊 这猫拿走了 不会 我们要登记相应的手续 然后定期还要回访 一定是这样 因为它们也要对这个猫猫来负责 因为大家都是很爱猫的人 小鱼儿其实就是 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屋领养出去的 哦 是这样 它等于以前是个小流浪猫 对 它是流浪猫 然后被救助人救回来了 但是现在其实猫咪的救助有一个问题 就是救助人 它们多数也都是业余时间来做 它没有时间一直守在家里面 等待这些这个领养人上门 那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随便到这里来看 跟它互动 喜欢了就带回家 那么也是可以帮助它们 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家里的猫 一只流浪猫是捡的 还有只流浪猫 就是去年在北京的 那个救助站里带回去的 但我一直是觉得 流浪猫也很有灵性 你有时候去看一圈 你会真的发现 有的就是有缘分的 你觉得需要把它带回家 性格很好 对 而且呢 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 真的是喜欢去养一些宠物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决定养一个宠物的话 它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一辈子 就是你是它的唯一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就是腻了以后 或者你觉得烦了以后 你就把它给遗弃掉 千万千万不能做 一定要想好 一定要负责 对 我们在这里要 感谢我们乐谦给我们带来 如此有爱心的 这样的一个新生职业 包括如此有爱心的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了 这三种单身的宝物 如果让大家选的话 你想拥有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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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想要这个 我想搬回家 没有一个说想要这个的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 今天的这个单身评借委员会讨论 以及三项宝物的分享 我们想论证一点 那就是无论你怎么主动选择 或者是被动接受 独居生活呢 依然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安心 充满乐趣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 一起生活的 另一半之前呢 好好地照顾自己人生 做一个积极健康 天天向上的好青年 拼多多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拼多多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的天天向上 拼多多拼着买 才便宜 天天向上提起您相亲看店 您喜欢飞咖啡吗 和咖啡的朋友请去就示意一下 每个人都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那种有小丑屋的 喜欢买咖啡的手办 我喜欢闻咖啡 这两个咖啡都是在鼻孔里 哪儿啊 颜值的咖啡馆 有帅哥的地儿啊 四家风格酒屋的咖啡馆 你最想达摊的一家 我们咖啡馆呢 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咖啡馆 是4860米 那么高的话 喝完之后还能行 还能行吗 怎么样怎么样 味道闻一下 有点咸 咸的就是汗水啊 汗水 什么玩意儿 你这里边加你汗水了 我们店面呢 有两只小涣熊 小涣熊 来一包你呗 来来来来 啊 他自己抓住了 我收藏了1500多件古董咖啡器具 最近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杯子 架子一套房的这个 全网差评最多的咖啡馆 大声喧哗的 是叶带 对我的特色咖啡提出要求的 是叶带 我有放了一个牌子 没招牌 没拿手 没推荐 我们是一家只有九个平米 却不提供外带和口味 玉璃镜的话 你尝尝我的 你的是什么口味的 等等我的咖啡香 顶级咖啡团来袭 天天兄弟 九太百度 我这个好难王一博 有的有的有的 哇 拉不住 王一博拉出了一个咖啡豆的心 把花翅摇起来 摇起来 摇起来 哎 扔一下 你来吧 来 哎呀 哎呀 我不在身边 依然 王一博在自己身边他的危险 下周一晚起点 你会不会自然地出现 在充满爱的天天咖啡店 感谢冠名商拼多多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 谢谢各位 拜拜